假设啊 题目给我们一个三阶行列式 它的值等于4 然后要求一个稍微有一点 不一样的三阶行列式的值 那你仔细看 上半部 是不是都一样 差别在下半第三 行 好那这个A加3呢 我就可以拆成一个A跟一个3 那你说 这个B呢 我一样可以拆啊 我可以拆成B加0嘛 那这个4呢 我就可以拆成1加3 所以 我的式子就可以拆开 变成是两个 三阶行列式 好上半部呢 是一样的 下半部就不一样了 我就把它拆成是前面一组 跟后面一组 好那这个 前面这个呢 就是题目给的 所以它就是4 那后面的这一串呢 好那我们来把它计算一下哦 4加上4加3 4加3加3加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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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0 所以这等于多少 -3 所以4加上-3 就等于1 效果和3加7加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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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1 好